後來智希跟我叫 他說你知道張立東 其實有約有吃過飯嗎 沒有 沒有 我知道了 有一次 我身邊的朋友 如果有單身的 我就 他就拿來 當動物交配這樣子 他可以對應 他眼睛紅囉 那這一段就不用講了 像智翔哥就可以 誰可以嗎 誰 因為智翔哥的這種 他屁股那個形狀 如果有差 不是 你 你有考慮過硬性的感覺嗎 你不要想像人家屁股 你不要一直在節目上 藝人是有藝人 我在跟智希交往之前 後來智希跟我交往 他說你知道 張立東其實有約有吃過飯嗎 沒有 我知道了 有一次 那時候他好像跟 對 因為李懿就是好心 我身邊的朋友 如果有單身的 我就 他就拿來 這樣 像藍牙配對 我剛剛講錯了 像藍牙配對一樣 他眼睛紅囉 他為什麼要答應你 像藍牙配對一樣 比如說他也單身 他也單身 那時候我們記得要安排去 好像是去宜蘭 要玩兩天一夜 兩天一夜 過夜 然後咧真的去喔 沒有沒有 好心有颱風 智希要感謝那個颱風 幹嘛要感謝 所以你沒事好不好 對啦 那這一段就不用講了 嚴笨 李欣是嚴控 士風哥帥 看不出來嗎 帥啊 我說我後面驚嘆號不是問號 我嫁給他圖什麼 我就圖 長得好看啊 是不是 而且我記得很清楚 我跟他談戀愛的時候 我們有次去巴黎島玩 然後他就在沙灘 遠處沙灘上 然後衝我跑過來 哎呦 我天哪 陽光明媚那時候 然後又海邊又沙灘 他穿一個短褲 然後那種吊嘎 然後衝我跑過來 我就覺得天哪 我以後要跟他一起生活 你就覺得你 你之後的生活 充滿了士跟遠方 這種感覺很好 如果你老婆這麼崇拜你 我覺得那是非常讚的一件事 對不對 他幾乎就是崇拜他啦 其實我找男朋友的標準 是屬於那種 最好老老的有故事的 然後肚子有點偉大 然後身體是非常的厚實的 怎麼很像郭鮮哥 那就是郭鮮哥 完全 不是 我完全沒有對 我們之前常常打麻將 或者是 你講話快點 不要有斷句 你搞得我很緊張啊 打麻將打到早上 然後我也會在他家待到早上 可是我們一點事情都沒有發生 就是不來電 對 所以我其實是一個比較喜歡 有老男人有故事的 會不會自己是一種嚴控啊 因為他就是一個老男人的形象 對 像季翔哥就可以 另類的嚴控嘛 蛤 誰聽你老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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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壯人 肚子有大大嗎 我沒有大大喔 你有愛奶奶嗎 我大的地方不是肚子喔 但是因為 因為季翔哥的這種 他想像他屁股那個形狀如果 不是你 季翔人 你有考慮過自信的感覺嗎 你不要想像人家屁股 對啊 很可怕 女人舉例 因為我老公不在現場 我只能找一個 可以老公像他 我老公比他瘦 瘦很多 如果老公可以像季翔哥一樣 再壯一點的話 那我就會想要每天抱著 那像李欣跟國席 你們都是選那種漂亮的 演奏的 難道你們太多剃幫嗎 真的說好帥 就真的後面所有的條件都符合你 相處之後發現 跟想像的父母 有了啦 因為我初戀男友 我初戀男友就是孝草 然後那時候我們16歲 他都1米83多了 就又高又帥 然後很多女生都喜歡他 然後他是雙魚座的 浪漫啊浪漫 然後追我的時候 就每天送很多花巧克力 多到我教室後面就 在地上堆成一個小山了 因為我是金牛座 我還是比較踏實跟務實的 他一直在跟我演偶像劇 我就會有點累 比如說有一次他約我去海邊看夕陽 然後你看夕陽差不多7點了 我7點我餓得要死欸 他還拉著我在沙灘上散步看夕陽 然後講的一些憧憬 一些美好的未來 就有的時候你會覺得 你拿的劇本跟他拿的劇本不太一樣 他拿的是流星花園 那我拿的這套是 舌尖上的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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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腦海裡都是什麼 帥羊肉啊燒烤啊漢堡之類的 你會看到他的臉 好像看到一塊蹄膀 對 對我就好餓 然後就交往不久就 就分手了 所以四鵬哥是最帥的那個了 目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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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只有目前 目前也是 不要再講 目前是 李欣你覺得你自己 你應該還好吧 這麼囂張 你很讚你 當我這樣 不是 講真的 如果就外表來看 我們這樣看也看不出哪裡有 沒問題 當我這樣還焦慮 都不叫流氓焦慮 交我這樣還焦慮 那就要不知滿足好嗎 人要學會滿足 那就太矯情了 對 我要講進來 我跟我說我真的不滿意 那不滿意 那不矯情得很嗎 我們很滿意好不好 而且我身邊的每天都讚美我 我都活在大家的讚美裡面 我每天都在天上飛耶 我很少下來 你很少下來 你很少下來 我很少下來 對 我都覺得我是仙女 我今天在這裡就屬於下凡 不是在工作嗎 你身邊都是一對業配的人 真的 大家真的要跟他學 因為我覺得這個人 是最棒的吸引力法則 他太欣賞他自己了 對 而且我不只覺得我自己欣賞我自己 我都覺得大家全世界都在欣賞我 好好好 好好好 你很完美 我想看一下國慶 沒有 我們沒有講完 我說一下 沒講完 我唯一有一點點覺得自己不滿意的時候 就是我 我就 士朋哥給我拍照的時候 他的 我很不滿意 為什麼 他一給我拍完照 我就覺得 我對我是那種降伍的打擊 我就覺得我要去醫美 他給我拍 給我拍特別醜的東西 這你在幹嘛 就我在他心目中都是這種德行感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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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很醜的 生活啦 就是趣味 他就會 他就會給我抓拍我很醜的時候 他說那樣很可愛 但是我看完照片 我都有點想跟他離婚 沒有 我幫他說說話 因為你平常的樣子太完美 像你自己講 你也覺得這樣很美 他也覺得我老婆很完美 有一些這種樣子 他有一個 你知道 生活感 你一直那麼完美好 我好像跟 跟個媽祖在一樣 他 他 每次都偷拍窒息 還PO上網路 對啊 對 你們怎麼都還敢 是什麼事情 然後嘴巴張開的 很可愛 我跟你講 詩朋哥覺得這個樣子的你 很可愛 獨一無二 只有在他面前 會有這樣 對啊 因為只有他看得到 窒息睡覺睡覺嘴巴這樣 誰看得到 他還偷尾 PO上網 他也給我PO 就是他的本 他就是在臉書PO的 但是 他臉書都靠這個活 因為他兩位的照片 我都有看過 說實話 志強拍得比較好 對 你老公要加油一點 對 活上交流啊 你 那構圖都要再加強一下 遊戲 遊戲 你 就是 你 你 你